宣宿师姐 你要带我去哪儿 林栋 你不配做祖父传人 我还给我 他怎么了 宣宿师姐 不对劲 宣宿师姐 先给我伤他 伤没好利索吧 怎么又过来了 我若是等疗好了伤再过来 恐怕又给会长发丧了 我这是怎么了 是福魁叔 一定是那日唐雷所为 不对 是宣宿师姐 宣宿师姐 你再想一想 除了那几个道宗弟子 你还对谁施过福 你该不会在我身上也失福术了吧 不好 除了你们几个 服侍会所有的弟子 都被我施了服输 那仙女姐姐呢 她会怎么样 时辰一到 福音沁入金脉 会治人癫狂 是 小颜 不能伤我弟子 医师 现在怎么办 不好办 我刚才完全控制不住他们 这些人身上的服术好生些了 难道要一个个的弯出来 我是会长 我不能跟着他们死 别动 过去又送死 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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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老天 你要救同门 就最好别乱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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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们 你们没事吧 你别睡着了 还有气 还有气啊 你们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我到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别睡着了 他们没事吧 师妹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不要烫这趟浑水 那现在怎么办啊 这样吧 我回去找师父 让他派人下山 接师弟们回去治疗 不行不行 要是我爹知道了 我就死定了 我就 走 你干吗 老师四 你是不是有什么救人的方法 服侍会救人 你也救人 你跟着服侍会 自然就会救人了嘛 你说清楚点 惦记我的钱 李老天 你为什么 为什么利用心疼 哥 郎哥哥都是为了你 林栋 没有人要与你为敌 好林栋 你现在是会长了 凡事需要冷静 追究过失 不如想想怎么救人 多亏了这位郎哥哥 还有清潭 才让这些弟子暂时休眠 如果不尽快化了 他们的福音 恐怕 他们会真的丧失神志 这法术 既然是宣宿施的 他应该有破解之法吧 城外古墓 聂盘兮 这股墓 在阎城郊外已有百年 据说 林墓主人 是一位涅槃禁之上的绝世高手 当年 他武功天下胡敌 却孤独于忠老 作画于一词 这牧中 由他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 涅槃心 若有这个力量相助 我服侍惠弟子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你 这股墓 怎么还有封印啊 这封印 尚难开启不说 这墓里面 也是极其凶险 相传 还有妖灵怪物 百年来 即使有人开启封印 也无人活着出来 哥 别去 不让你去 会长 这次都是我的错 我认打认罚 可是我恳请你救救大家 你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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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也不过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